本集由崇文社 Carmester 新世紀 諾雅方舟 紙牌屋 以及香港press card 北京卡拉河 廣州廢材貓 冰城Apple Brothers 贊助不出 快點要玩囉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芒果的中文版賽制 牌組解說 See on 那今天要介紹的就是我們這個 烹火龍加水晶燈火鈴 其實之前就有人在問 可是因為那時候快退環境了 我想說啊 不然我來拍這個 新環境之後的水晶燈火鈴 那烹火龍的話 我們使用的是我們的 甘地噴 甘地噴 跟之前不太一樣哦 然後先看到我們的 智慧星放兩張 那為什麼要放呢 等一下跟你講好不好 它的效果是 把一張手牌 和你牌組最上方交換 好 那再看到我們這個小隻的 小隻應該用不太到啦 來看一下 一接的 來一接的就有趣了 如果在你的回合開始的時候 抽牌抽到這一張卡的話呢 你可以直接放到 你的後排 哎呦 所以你看馬上就配合我們的 智慧星 你瞎 我這回合先交換回去之後呢 對方回合結束之後 我一抽起來 哇 馬上放到後排 可以吧 那放到後排的話呢 直接使用我們的暗之石 就可以直接進化成 我們的這個水晶燈火鈴 或者是你要走正常的程序 來做這個一接 初階進化成一接 再用暗之石進化成水晶燈火鈴的話 也是可以的好不好 所以兩種走法都OK 好來看一下他的這個招式 打10點 丟掉你自己的牌組 5張牌 如果有一張火系寶可夢的話呢 多60點的傷害 那最高的話 我們可以丟到5張 那5張的話呢 打5 6 30 310點 哇 可是重點 我們不是要靠他來做進攻 我們是要靠他來做這個 欸 怎麼講 把噴火龍抓出來 所以說他算是一個 中打點的打手 加上一個功能牌 好不好 所以說你要用力把它做出來 做出來之後呢 就要來做我們的噴火龍 來放兩隻火孔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只有4張噴火的話 說真的 翻到的機率並不是很高 所以為了增加這個機率呢 我們就算翻到火孔龍 也一樣可以把他放上來 放上來 下回合直接來做進化 就沒問題了 可以吧 好不好 來 那噴火龍的好處就是 他可以幫助綠牌 只要你做出噴火龍的話 基本上你手牌應該不太會缺 因為他的特性 翻三張牌丟掉兩張 剩下一張可以打到手上 你可以自己選擇你需要的那張牌 所以很多時候關鍵的情況下 有可能會拿到你需要的卡片 好不好 好 那第一招打100滴 如果墓地有一張單滴的話 多50 那我們單滴是一定會丟到墓地的 不用擔心 好不好 好 那所以我們這個的話 攻擊力最高可以多少 呃 maybe會到300滴 那300滴有人說 欸 芒果300滴不夠吧 這時候就要搭配我們的赤焰咆哮虎 攻擊力多30點 哎呦 那如果我們有這個的話 攻擊力多少 300再加這個30變成330 閃基本上很多Tag Team 欸應該說很多VMAX 應該都秒掉啦 那如果你有遇到無極泰納的話 我只能說你就小心一點吧 好不好 330 還是擊倒不掉 你可能要再額外再多開一張單滴 才有辦法擊倒 這個只要特別注意一下 好了 再來就是看到我們的這個暗之石 可以幫助我們這個一階 直接進化成水晶燈火靈 那放兩張薰箱 薰箱的話抓進化寶可夢 你可以用他來做這個combo 拿到手上用我們的智慧精放回去 下回合抽起來的話 就可以直接來做放到後排的動作 或者是你拿薰箱直接拿噴火龍 進化火恐龍上去都ok 好不好 所以這個combo應該有玩過的 應該就蠻懂的 再來看到火 這個火箭進芒果只有放一張啦 那因為有放這個掉桿 那掉桿的話就是怕 一開始丟的話 丟太多東西掉了 那我們可能需要救回來 或者是火能量不夠 你只能祈禱就是說 我們的火結晶和掉桿的時候 再噴5張的時候 盡量不要噴到 好不好 盡量不要噴到啦 再來就是我們的這個3.0 芒果放3張 因為實在沒位置了 不然我們還想放4張的 那這3張的話呢 拿什麼東西 拿你的明衣 焊接弓都ok 好不好 都ok 那交換通訊的話也是就是說 欸 你可能需要把它蹦出來 或者是噴火蹦出來 但是因為他在手上 你可以把它洗回去 拿出你的這個水晶燈火靈來進化 或者是拿出你的這個 來做這個combo 都ok 所以放3張 獻祭球也放3張 就是會抓我們小隻的 ok 或者是我們的這個 呃 智慧星都ok 好 那熔爐放2張 幫助拿火能量 單地4張 氣球放1張 氣球完完全圈 就是貼給我們的 呃 智慧星會比較多啦 因為他這對面有兩費嘛 如果你要貼的這個水晶燈火靈 也可以啦 但是如果他在前排的話 就直接用他來做進攻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好不好 好 那這副就是水晶燈火靈 搭配我們單地噴火龍 以及 自驗寶小虎加傷害他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本影片由Portown合作播出 看的是最快速及專業的序號商店 您可以舒服的在家下單後 序號會立即寄送到你的信箱 就是大門還有折扣咯 最近 冷收收啊 好吧 各位自己注意保暖 芒果還 買了一個電暖爐放在我下面 我說桌子底下 先手 好先手可以 這手牌 不算太爛 也沒有到很好 堪用堪用 多龍 多龍 敲能多龍喔 不太好打 好先這樣子吧 來 我們這種情況下 我想一下 他等下會打我30滴 好沒事 30滴我還撐得住 那我們來先做一個 我想一下 這種情況 我教各位 來 丟 然後 智慧星要拿 然後這個來 放回去 放回去 拿這個 因為等下下一抽就是他了 對不對 放回去 按支持 喔漂亮 那等下蹦出來的話 就可以直接進化了 對不對 好吧 先這樣子吧 這起手 還行吧 有動起來 順序有作對 各位有看懂我剛順序嗎 你必須先把智慧星拿出來 然後交換通訊拿出你的一階 然後你下一抽就會是一階了 是一階的情況下 直接蹦到後排 我直接用我們的這個 叫什麼 暗支持進化上去 那我氣球就貼前面來做撤退 也OK 那這次可以慢慢進化上去 沒關係 或者是你不要發動特性 直接 直接進化上去 也可以啦 好不好 也可以啦 YES或NO 呃 基本上這種情況的話 不要放到後排了吧 好不好 NO吧 到左上吧 直接進化了吧 然後再進化 然後我想一下 我們這種情況應該先貼吧 是不是 欸 換界光要開嗎 我有點 有點猶豫 欸 一張就好 哇 想一下 我需要噴火龍 先壓牌 來各位壓牌一下 沒有東西 好 水晶在我 一定要放回去 因為我們要丟五張 所以水晶在我一定要放回去 那就這樣子吧 直接開走 好不好 一 二 兩張而已 嗯 至少噴火龍 OK啦 NICE 那這隻應該被殺吧 喔 錘子喔 好啦 也可以啦 瑪莉 哇 我本來想說 等一下可以用智慧星把這放回去 一接著這個放回去 然後我們等下下一抽抽到的話 又會放到後排了 不過現在我覺得要做的事情 哇 這手牌好爛 我應該要做的事情是要再做一隻吃煙咆哮虎比較好 因為他的傷害確實來到了 血量等下會來到320 第二隻的時候 要小心一點 而且現在我等下傷害可能不太夠喔 拚看看好不好拚看看 我必須要丟掉3隻才殺掉他 所以我這個有可能 50怎麼放 10喔 喔 欸 10 30 130 有10 那派噴火龍嗎 我想一下喔 噴火龍打不到他 所以要派這個 小怪不要 唉唷 神抽我想一下 這要下嗎 Yes Oh no Yes 好啦 Yes 好了 然後我想一下喔 丟3張喔 先開先丟 想一下 先丟好了 拿什麼 唉唷 有焊接攻喔 我想一下 明依 明依好像也不錯 讓我想想 嗯 嗯 按接攻還有幾張 看一下 哇 剩那麼少 拿按接攻好了 哇嗚 然後 吃點跑一下我放回去 暗之石進化 媽 不要 好 先這樣子吧 1 2 哇 兩張而已 尷尬了 好 那這隻應該會被收掉 這隻會被收掉 那他50應該會點在智慧星身上 我在猜的啦 好 博士 他現在要趕快再做一隻 多龍巴魯托 不然我會顯 喔 這個喔 而且我盤管現在有點尷尬 就是我的焊接攻已經噴3張了 還有1張 單地2張了 所以我的單地噴 現在可以打到200滴了 喔 其拉蒂娜 拿多龍 OK 再做一隻多龍 然後 直接進攻吧 喔 東東 再攻 OK 那芒果現在的情況就是 只要殺兩隻就贏了 好不好 殺兩隻就贏了 哇 不要再敲了 好恐怖喔 那錘子 跟你講 現在好像真的是錘子大軍 你知道嗎 就一堆人在用錘子 喔 天啊 你的錘子越多正面的話 感覺勝率就越高 是不是 對全部給他 因為他等下3匙可以直接那個 感覺好像可以放那個 我想一下喔 因為現在只要一隻 一隻就死掉了 所以我還是派燈火靈上去好了 喔 直接抽到 我想一下喔 先看一下吧 沒了是不是 判界光要獎勵 火能量3顆 可以救回來 接著給他 那我們先丟 因為等一下我們必須要用這個 用這個放回去 然後讓他來做擊殺 那我們現在用力的丟我們的這個 山地 好不好 我按錯了 我按錯了 我要開噴火 我要開噴火 我忘記了 好吧 算了 OK 我剛要開噴火龍啊 呵呵呵呵 好 我的氣球還在裡面 所以這隻沒有被擊殺也沒關係啦 他剛剛沒有挑能量很虧 那我覺得現在應該勝券在握了 我覺得啦 因為我等一下有辦法 把日常單地都蹦出來的話 也許 幹嘛 哇 進化反 喔 進化放到牌組的最上方 是不是 看一下 進化之後呢 把能量放到對手牌組的最上方 哇 所以我等一下下一抽是火 好 交換通訊 放 多龍巴魯托VMAX 進化之後 來做撤退進攻吧 會進攻嗎 60 有沒有蛇魂熊啊 他應該不會派上來吧 有點危險 我覺得 我們的釣竿到現在也還沒看到 瑪莉 嗯 可以 我等一下稍微檢索一下牌組的話 我的牌組裡面還蠻多 蠻多寶可夢的啦 我覺得還OK 但是我怕丟到 哇 我怕丟到那個炭階弓欸 其實 好啦 我們先開這個噴火龍 看看能不能拼到 不行啊 開噴火龍沒有用啊 好 Switch 先打是不是 好啦 合理啦 喔 3.0了 我想一下 我想一下 各位 我們當地現在兩張了 那我只要再丟到一張 我就贏了 我就贏了對不對 我再丟到一張我就贏了 要不要賭 要不要賭 各位要不要賭 來賭好不好 我們來賭 好 賭 賭 掀開 一張單地就贏 沒有單地 我想一下喔 名一喔 好 拿名一 我不能檢索牌組 我沒辦法動順序啊 來 單地 哇 沒有單地喔 沒有單地 哦 糟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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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放回去 燻香 好 不拿 先這樣來撤退 安地開下去 好不好 我們現在傷害來到了 兩百五 兩百八 三百一 啊 差一點各位 就差那麼一滴 你會哪有荒火龍的威力 哇 就差那麼一滴點 可惜啦各位 他現在已經剉那一蛋 就是 那個 快尿出來 天啊 差點被秒殺欸 你看這個好猛喔 好回收喔 要返回能量是不是 沒事啦 好 放回去 因為 我等一下還是會拿到啦 所以還好 他現在只能跑啊 為什麼 他只能跑啊 危險死了 現在芒果每一下 每一下都是兩百八在打 是不是 我現在 墓地有三張 單地 這樣可以打 一百五 再加一百 兩百五 兩百五再加 吃雲寶小虎 兩百八 哇 每一下都兩百八在那邊打 痛死啊各位 好 再做一隻 對 合理啦 整個再做一隻 不然沒辦法 太危險 那就 那就 打囉 那等一下我下一抽是那個 垂青燈火靈那隻 一階嘛 所以我就不動了 好不好 就先這樣子吧 師傅 其實芒果沒有放 板木啦 如果你想放也是可以啦 這我真的找不到位置 我找不到位置啊 應該贏了吧 應該啦 他要再做這一隻 三百二 好 再返回一次 哇 他不讓我拿水晶燈火靈 這有點麻煩 我覺得好像可以放一張板木 可是放一張實在 沒什麼意思啦 我覺得 放一張 好像沒什麼用 怎麼做 感覺要爆開了 各位 你看 我們小人牌的威力就是這樣子 對方壓力超大 天啊 小人牌可以打到三百多 這就是讓大牌很有壓力 就是說 哇 你傷害真的太高了 就是硬換 換不贏 你知道嗎 他只能用干擾的方式來打我 好 回收 不對 他這樣子也輸啊 六 六 十 二 一百 四 可能沒招了啦 硬張喔 歐 卑文沒有火能量 還聰明耶 哇 這個沒有耶 唉唷 這個聰明 來 我們想一下 這種情況 各位 我教各位 先壓牌 好不好 先壓牌 我們拿個 我想一下 拿個這個出來 壓完之後呢 噴火龍給他開起來 一張火能量就贏了 好不好 一張火能量就贏了 有 G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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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繼續壓 看有辦法做事情 單地有辦法丟掉嗎 打得好 有單地有想一下 有單地拿了不能丟 可以可以可以 我教各位這個combo 拿出來 放回去 交換之後呢 直接噴火龍開特性 拿 這隨便拿了啦 好丟掉 來各位我們傷害來到了多少 330 好了 強不強 我怎麼在反死啦 OK 好了你看 水晶燈火鈴加我們的噴火龍 打了1340的傷害 我的天啊各位 強不強小人牌如果你的朋友 喜歡噴火龍喜歡火系 那你的預算可能不適合那麼多的話 建議這一副牌至少也是可以玩的 而且你看我也是屌打很多 VMX啊他們血量再高我一樣殺好不好 不過可能需要一點經驗跟觀念 好不好這副牌 好那水晶燈火鈴想煮的話可以自己調整看看 我是覺得還不錯 還不錯的小人牌 好那我今天就介紹 就到這條常年住在非洲的芒果 下次見 掰掰 喜歡芒果的影片請按讚 想知道更多PPCG 歡迎訂閱頻道 小鈴鐺開起來追蹤直播 芒果最新動態都在我的粉絲頁及IG 我們下次見